HELLO 大家好 我是星星 今天这期视频是我的双十一购物清单 先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淘宝的代付款订单 我已经付了49笔预售款了 讲句真心的 我现在看看这个数字 我都觉得今年有点不理智 所以我在这49笔订单当中 找了大概十来个我觉得最最值得买的东西 给你们介绍 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博主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一句 理性种草 理性购物清单 千万不要太盲目 双十一最值得囤的东西绝对是日用品 生活用品这些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卫生巾在双十一买是最划算的 我今年买的第一个就是苏菲的安睡库 这款真的是我无数回购 因为可能我自己的屁股比较大 就从小到大就经常会弄在床单上 然后被我妈骂 所以自从有了这种安睡库之后 我真的觉得很安心 这款的话是交了10元定金 然后尾款再付69块9 可以到手50片 50片的量我觉得一年都够了才60几块钱 真的很划算 第二款也是苏菲的一个卫生巾 是罗杆S卫生巾 这款的话我个人是推荐囤两套 因为它买二还能再减30元 到手是160片 价格在120元左右 我觉得真的很划算 160片你就算天天来大衣吗 你都够用半年了 更何况一个月就7天对吧 下一个也是一个消耗品就是抽纸 我自己平时在用的就是这两款 一个是德宝的水蜜桃味的 另一款是大王的玻尿酸纸 我这次只买了德宝的 因为大王真的有一点贵 这款德宝的纸 它是先付10元定金 然后尾款再付46块9 总价是56块9 16包 而且它还参加满400减50的活动 总的算下来 这么一包差不多是3块5左右 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划算的 因为德宝的纸真的质量 要比市面上的好很多 它真的超级的强韧 下一个就是我买的野兽派的香薰 它是一个组合 有一个香薰加一个蜡烛 因为我平时真的很喜欢香味买 然后自己买的蜡烛香薰也很多 然后我看它很便宜 就付30块钱定金 然后折后价是185块钱 有两样东西 而且它还是理线通款 我就下单了 如果说你也想增加一点生活的幸福感的话 我也挺推荐大家可以入手这一款 接下来就是洗面奶护发精油眼唇蟹这些 因为我个人认为这种也是一个日常的消耗品 你每天都得用嘛 所以我就把它们归纳在日用品了 第一个就是多芬的慕斯洁面 这款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吧 我自己就一直在用的 然后它的话是10元定金 我一款64 然后买两瓶再送30克的旅行装 它起出来直接是泡沫 而且挺温和的 我敏感肌用了也挺好的 比超市便宜所以就买了 接下来一个是卡式的护发精油 我呢是付了30块钱的定金 尾款再付170 就买30毫升的这个 再送50毫升的精纯香氛玫瑰油 而且呢这款护发精油 我之前就已经买过了 你看已经用完大半瓶了 我个人认为还挺好用的 而且呢它的瓶身特别的小 我平时出差或者是去外地玩的时候 都会带着很方便 买30毫升送50毫升 还参加满400减50的优惠 我真的觉得很划算哦 下一个呢是我紧急要囤的东西 就是美宝莲的眼唇线 我上一次给大家拍那个 100支口红试色的时候 把我仅存的美宝莲给用完了 这回美宝莲的眼唇线啊 是买3瓶150毫升 然后各种优惠券去掉以后 是147块 然后它的赠品我很满意啊 送了8瓶40毫升的小瓶装 这个小瓶装很方便的 你平时出差呀 然后在飞机上什么的都可以带着 我也看了一下 这次慢单好像活动也挺大的 但是我觉得我买美宝莲就够了 那你们自己平时喜欢用哪一款就买哪一款就行了啊 好啦日用品和生活用品呢已经分享完了 接下来就是我的护肤品和一些美妆用品 这次我要跟大家第一个分享的呢 是我已经购入但是想趁着双十一囤货的一样东西 就是我手上这款欧莲亚复颜鸡雪草 金银微精华露 好像我记得它有一个绰号叫做金银水 它这个正装呢是130毫升的啊 领完全之后249一瓶 而且它还会再送两瓶22毫升小的 到手之后就是相当于200毫升249 这瓶呢是我之前自己买的 因为我和我妈都特别喜欢 所以我就想双十一给它囤一个吧 这瓶水的主要成分呢是鸡雪草 所以特别适合油皮和混油皮的宝宝 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瓶水 而且它的用量真的很省 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呢 有LHA心酸水阳酸 以及新生代酵素糊化剂和我刚才所说的高浓度鸡雪草 这些核心成分呢都可以帮助我们来调理皮肤 而且还可以促进水油平衡 它就是这种流动性很高 而且非常清爽的一个水 它的话呢就是稍微带了一点点淡淡的那种香味 像我平时呢因为都是局部长一些闭口啊 痘痘所以就把它倒在化妆棉上去局部湿敷 那如果说你的皮肤比较油或者经常长痘的话呢 我建议你是全脸去用它然后轻拍 好我们接下来讲下一个啊 依然是来自我们欧莱雅另一款非常值得团的东西 就是他们家的紫韵斗眼霜 它双11的价格呢是319 买30毫升送22.5毫升 这个眼霜应该不用我多介绍吧 因为它真的很火 里面有一个核心成分叫做玻色因 和赫莲娜黑风代理的一个核心成分是一样的 而且它很平价 这款眼霜啊是我个人认为现在市面上性价比最高的一款抗老型眼霜 而且它是可以当面霜来全脸使用的 这款的话反正就真的挺好用的 你们可以自己去做下功课 好下一个呢是我这次买的也挺满意的一款 OTL的小奶瓶 这个的话呢因为我是在直播间买的嘛 所以可能比页面上更便宜一点啊 我是付了80元定金 然后呢它最后到手的价格是410元 一共有30毫升的正装小奶瓶 再送40毫升的小奶瓶小样 再加赠一个他们家的清洁面膜 总的价格我算下来真的比代购还便宜 而且这款呢我在网上看很多人都讲它美白效果挺好的 所以之前就挺种草 然后这次我就冲动了一下 就直接买了 希望它是有效果的啊 好下面一个呢也是我自己的回购啊 威诺娜的特护霜 这款应该也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就是三甲医院的医生会推荐你去买的一个护肤品 它是专门针对敏感肌来用的 我这次的价格呢是付50元定金 唯款再付302元就可以了 一共到手的呢是三支50克 然后送三支10克的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面膜啊 什么防晒霜啊一些的小样吧 总的来说这个价格对于威诺娜来讲还是很划算的 因为平时我买它都不打折的很贵的 好啦以上这些呢就是这次双11我自己购入的产品当中 我觉得最值得去囤货的东西 接下来我就要转换一个身份 我要作为一个淘宝的资深用户 以及直播爱好者来给你们提一个信 今年的双11机制很复杂 我下面说的这些话 你们最好是拿出笔记给我记下来 因为我自己都快给绕晕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付尾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先把那些前5000名啊 前1万名前2万名有加赠赠品的东西先给买了 因为那些加赠的产品 如果你不抢的话就没有了嘛 所以这个是你熬夜第一个要先去买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呢 你也最好是凑一个400块钱的倍数去下单 因为它会有一个满400减50的淘宝津贴 这样下单的话呢是最划算的 其次呢就是每一个店铺的优惠券啊 你一定要都去领到 因为我们的卡包是会满的嘛 所以你可能你之前领了 然后已经过期了或怎么样 所以最好是在买单之前 你再问客服要一遍优惠券 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呢 就是你可能一个一个付了订金 因为色号的原因 然后但是你合起来买的时候 它会有第二件半价 或者什么买二送一的那种活动 那这个时候你尾款就是要把这三个订单 合并起来买才有那个优惠的 然后还有那种直播间下单的东西啊 你最好呢是再去核实一下 你的优惠券在不在 因为直播间的优惠 跟它页面上会有一点不一样 而且时间过了那么久 你很有可能遗忘掉的 最好还是去找客服再了解一次 好啦吃了那么多呢 刷21最值得你去准备的都是钱 以及手速和广速 反正呢希望大家可以多拿到一些赠品 然后多一些满赠啊里赠啊 然后多减一点钱 对了最后呢我还是想要提一句 就是这瓶欧兰亚的金银水 它呢是真的很值得油皮和混油皮去囤货的 拿它来施敷的话呢 对那些闭口啊痘痘啊控油 真的是有很大的效果 说句实话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平价版的 SK2神仙水 好了我就说到这了啊 反正就希望你们双十一呢 可以买的开心 好啦那今天就这样吧 我们下期再见 Bye ya